掌握源头报价不做三家韭菜 大家好我是小五 一个在华强北做二手机的背包客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的行情都在这里 直路主题香港最近不来货了 很多入手机器的小伴也会发现 小五最近呢也是有部分机器拿货的速度会比以前慢很多 因为最近市场缺货了 加上14系列开卡槽的吃货很多都已经放假了 这就变相说明最近肯定要涨价 但是现阶段14系列倒是一直下探 这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13mini最近呢也是有小幅度下探 128g的2650相比之前少了30 256g的3200少了30 13行情不变 13polo目前呢依旧是无人问津 主要还是因为插架拉开的幅度并不大 相比13pm才差300块钱左右 又才比14polo便宜了700块钱左右 那基本会考虑小屏幕呢呢 也是直接冲14polo 13pm 128g的4550相比之前少了20 这款机型呢最近浮动还是比较小的 也算是横盘了 上下浮动的空间并不大 目前呢也是比较适合入手的机器 老款系列12mini性价比还行 除了续航差一点以外 1k多的预算 a14的处理器 那同样性价比非常高的 还有老款的se3了 a15的处理器 小内存仅1300 妥妥的性能小肝炮 14系列的机器预算相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肯定要选择14polo跟14pm 性价比会比较高 比较纠结13跟14的小伙伴 自行考虑 能不能接受14系列需要拆机开孔 不能接受就不需要考虑 iPhone14最近呢也是下汤了很多 相比之前10D价位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128G的2780相比之前少了70 256G的3350少了80 很多人不懂14到底比13好在哪里 首先处理器升级成a16的 并且内存摄像头 屏幕呢这些都是不同的 而且这两款机器差价并不大 在能接受拆机开孔的方案下呢 苹果14肯定是要比苹果13要强 14plus相对于喜欢大续航大屏幕 但是预算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小伙伴 还是比较友好的 128G的3230相比之前少了20 256G的3650行情不变 14Polo最近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稳定一点 浮动空间不大 128G的4900相比之前少了50 256G的5200相比之前少了150 14PM呢倒是下探的比较多 不过这次估计再过几天市场缺货的时候 又要开始涨价了 目前128G的5500相比之前又少了150 256G的5900又少了200 目前准备入手的小伙伴已经可以入手了 别人到时候涨回去了 又要拍大腿 有部分人呢 总是说有所卡贴机会变成砖头机 首先我是真的搞不太懂这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个锁仅仅只是网络锁而已 跟那些乱七八糟的ID锁完全不搭边的东西 一台能让你省下两三千的机器 仅仅只是需要配合卡贴使用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交流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收藏或者加个关注 避免下次找不到我